大家好,我是Rico,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接着上节课的Fragment的讲解继续向下 那么今天我们将来到的是Fragment的替换和移除 那么这两个用法在实际的开发中用的很多 比如说你在一个Activity的一块区域的元素 它可能因为用户的某种操作 或者是因为一个后台现成的一个数据加载以后 可能会局部的变换一些UI 或者是在用户的一个操作完成以后 可能有一块区域甚至会消失掉 那么这个如果我用一个Fragment 把这里面的多个View放在一起 当这种事件点发生的时候 我可以统一的去更换或者删除它们 那么如果你是写在Activity的话 就没有这个Fragment这么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那么在这个编程里面 Fragment前面的创建 我们已经写了两种方式了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替换和移除 那么替换和移除呢 我们主要是使用加二代码 也就是主要使用FragmentManager和FragmentTransaction 这两个对象来操作的 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实战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重新来建一个工程 那么这个建一个工程呢 我是准备在Activity上面去加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 最先出来的时候有一个Fragment去填充一块区域 然后点了这个替换的这个按钮以后 我把这一块Fragment里面的东西 把它换成另外一个Fragment 还有一个按钮是这个删除 但我点了以后 我会把这一块Fragment的这一块区域消失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编码操作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我就重新建一个工程 不混在上次那个 好 我们很快的把这个工程建起来 FragmentListen202 把这前面这个改一下 这个我们还是使用这个API4.03开始吧 然后他给的4.4.2 好 这个很快 往后走 好 创建 然后这个就meanActivity吧 啊 Finish 那OK 首先来到这个布局 我们把这个布局改一下 大致改一下 它现在是这样 那么我先把这个改成最常用的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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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然后中间这个textview 这个就没有了 然后呢 这个少一个什么呢 少一个这个orientation orientation 那么这个是 纵向的一个布局 好 这个不要 OK 我们想象一下 那么我们在最上面 第一排有两个Button OK有两个button的话 那我这里面再来包含一个near layout一个布局 我们把它写一下 这里面呢它是一个水平方向的 左边一个按钮右边一个按钮 然后这个很快的去定义它 然后呢 这个高度 我们来写一下高度 比如说定个50dp吧 对吧 然后呢这个orientation呢 它就是水平的 然后这里面呢 我去给它加两个元素 button button 然后宽度 然后还有是这个高度 然后这个是text text text我们写在string里面 那这string里面我们来定义两个 values 我们来写一下这个name btn replace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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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换一个fragment 好另外一个 copy一下 这个是 remove remove 删除一个fragment fragment 删除 好 先写一下这个 好 然后呢这个 我们把这个我们把它加到这个这上面来 一个是它 对吧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就改成 remove 好 好 就先报警告 好 这个地方报一个buttons the button bars should be borderless use style 这个 这个是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呢 这个是因为你这两个button里面呢 你没有跟它指定一个背景 或者是一个风格 它就会报这个 然后呢 你现在可以照着它来写 那就是style 把它变成这个无边框的 那style 然后这里面来照着它写一下 就它嘛 对吧 然后它后面写什么 8×8 8×style 你写 写一下 8×8 8×style 其实你加一个背景色的话 这个就或者是给它一个 会用imagebutton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 没关系 我们改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效果 它这个效果 现在这个字体有点大 所以你这个字体我们来改一下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字体定一下 take size take size 我们改一下 改成share sp 然后就下面也是这样 这样 这样写一下 就两个button并排起 好 我们再预览一下 那现在什么效果 好 它还是这样 好 一个在这 一个在这 当然如果你要让它这个 这个的话 你可以用权重来做 如果大家都是1比1的比例的话 weight 不要写错 这是weight 那你加了weight的话 这个宽度 但就不如content 它会给你报一个使用0dp这个 性能更好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什么效果 大家就自己赶 对吧 大家就自己赶 好 然后呢 现在这个linearout呢 好 下面我们有一块区域 就是准备去动态的放fragment 那ok 我用个frame layout把它来确定 好 所以这个呢 这区域多大呢 那么我就为了表现这个 我们就写个200 200吧 然后200200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区域 我里面去填充一个元素 然后呢 这个我们要给ID 因为一会儿我们要把它加到这 这里面去 所以你要去给ID 比如说我们这就叫layout content 在那 我们把这个写好 到时候你加在这 那这个标签里面不直接放的话 这个都可以不写 好 我们再预览一下 这个布局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看一下 那你就这两个button 然后你下面有一块区域 大概在这 如果我首先这个activity 再入的时候 我先动态的添加一个activity 比如说我的 弄一个颜色 然后我点这个以后 我把这块换成另外一个activity 另外一个操作呢 就是删除一个fragment 就是这么一个 那大家想一下这个button一会儿肯定要用 那你ID还得给 对吧 这个ID 那么这个ID的话 你的这个名字 你就保证和这个一样吧 一个叫btnreplace 一个叫btnremove 好 先写好 写好了以后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 回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mute菜单只有赞什么不要 那OK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你先去声明一个button button btnreplace 好 我们还有一个button 就有两个button 对吧 btn 还有一个是remove remove OK 先要初始化这两个空间 btnreplace 先等于等于谁呢 等于findviewbydr.id.btnreplace OK 就这个 然后呢 前面强转一下 这是初始化那两个按钮空间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是btnremove 然后这个地方换一下 好 那么首先 首先 这两个初始化空间 初始化这个button空间 然后我们想加载的时候 第一个地方 这个是有这个frame layout的下面 这个位置是有东西填充的 对吧 这是一个fragment的一个区域 就这里面 所以呢 你要在这个地方用代码动态的去加载它 那OK 我们的fragment还没有没有这个定义 那么我们来定义一下 那OK 我假设我来这个firstfragment 先定义它 老规矩 然后呢 extensefragment 就这个 大家已经包 不要搞错了 OK 它有没有布局呢 它应该有 它有布局的话 我们就会去重写 如果没有布局的话 你就不用去重写这个方法 在前面的这个课里面 我也曾经说过 就是我们讲创建的时候这个地方说 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给你的fragment制定一个UI 但是也可以为它创建一个没有UI只提供后台行为的fragment 所以这个就看你的用法了 如果你不需要这个地方你就不要去重写这个oncreateview那个方法 不给它返回一个view 但是你前面还得加它 对吧 我们先把这个加上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是通过动态来加的 那么当时用的是这个fragmentManager和fragmentTransaction 那么我们getfragmentManager在beginTransaction.end 前面第一个位置放的是你要填到的那个容器 我们填到那个站位的容器是谁呢 我们就填到这个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你创建这个firstfragment的对象 记着完了以后呢 再commit 那么我今天这个写法呢 是把它连着一起写 上次的写法呢 是把它拉开写 再看你的需求了 因为我这句话就直接添了 所以直接就这么点点点点点出来 这个连点的这个写法 练试风格在加上里面是很多的 所以这句话就是 这个是用java代码 添加一个fragment 是吧 然后我现在这个firstfragment又没有UI 那你就看不出什么效果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的 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的 但是看需求 那我们今天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其实还是需要UI的 因为我想第一个先给一个 所以我们把这个UI写出来 那么我们的UI在哪呢 我们还没有定义 那我们就定义一下这个first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就是first 好前缀是fragment first first 然后这个向下 好 OK 那么这个是一个near layout match parent 那OK 那我还是就改一下它的颜色吧 这个就知道这个东西加没加进来 我们先改个颜色 这个默认是什么颜色呢 就是个黄颜色 那这个黄颜色区应该会被加到 加到这个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好 那 有UI 那你必须重写create view 那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去给它返回一个view视图 好 这个方法 你要重写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用户居管理infered 这个 那第一个 第一个是layout 你要加到layout layout就是它first 然后加到这个viewgroup container下面去 然后 好 再指定 OK 就直接返回它 那就返回一个 fragment 所以这个就是返回一个fragment 的UI 好 那么这个效果到底有没有 我们来先看一下 好 这个我们打开我们的 模拟器 我看 这一块是有的 所以这个添加上去 好了 我们再接着来写这个替换和删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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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